各位香港市民,你們有沒有留意到,自從轉了那隻死人旗後,香港政府其實都是在做損害香港的事? 遠的不說,最近又說放寬給住在廣東的香港人,拿中門,聽起來好像是好事,不過大家想真! 老爺也是在中華民國三十八年,二十三歲的時候在中秋節的時候,坐飛機由省城,走共產黨下來香港,接著在香港結婚生子,那時又不可以隨便回大陸。 幾十年過去,逐漸與大陸完全斷進關聯,大陸已經翻天覆地改變。 幾十年過去,怎麽會有心回去養老? 現在那群所謂廣東香港人,其實是中華民國六十八年,乘搭尾班車來香港那群大陸。 下來那時,很多老婆、子女還在大陸,所以心仍然與大陸有聯繫,所以回大陸退休。 問題是他們本身根本在廣東長大,亦有廣東身份證,雖然曾經服務過香港,但已給足薪金,香港沒有規待他們。 如果說他們現在沒有錢,覺得很淒涼,其實在情在你都是共產黨的責任。 大家留意上年中華民國101年,工聯會的黃國興,在中山帶了個八十歲老人回來,說他十年之內,在大陸洗光了三十萬涵龍,叫香港政府照顧他。 聽起來好像有道理,其實想落那個黃國興又為何不叫中山政府搞定? 勞之動眾回香港! 香港人應該整覺,共產黨叫他頒留羅、民戰聯和工聯會, 作為香港人可以怎樣做? 阿爺認為,第一,絕對不能將選票投給民戰聯和工聯會等共匪流羅, 敢投給誰? 阿爺認為,共產黨對著幹的人! 那群人正式訂燒搞搞鎮,不可以做事! 那民戰聯和工聯會等共匪流羅又可以做嗎? 選泛民起碼令共匪都不好過鴨馬! 死蠢! 第二,記得七一要全家老少, 帶著老婆去遊行,讓共產黨知道你不滿! 大家想想,當年大陸搞六四,雖然最後鎮壓收場, 不過之後,共產黨就一心搞好大陸經濟, 搞到現在大陸老財大氣粗! 所以大家不要害怕, 一於要大力支持佔領中環! 第三, 當年老財婆大卓爾說過, 一旦香港人被共匪迫害時, 你們本BNO 就可以換成歐盟護照, 所以幾大都要搞大它! 七一齊齊舉起 豬米 自其 串爆 共匪! 再次見八 персонаж! 達成了一件事, 我們可以看到這首歌的電腦, 我們會不會拍招呼, 我們會不會拍招呼! 那不是我們有時候? 我們會不會拍招呼!